完全娛樂 歡迎來玩全娛樂 歡迎料理高校生 真的是高校生好多人喔 對啊 好多人喔 我們變班長跟副班長了 我們先請我們的同學 一個一個介紹過去 哈囉 你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洪顏祥 顏祥 你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蘇小萱 小萱 好可愛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靜萱 陳靜萱 所以你們有料理國小生嗎 什麼東西 你鞋子脫掉 你看你是不是跟他一樣 沒有 我就是黏住了 對 少在那邊講些有的沒的 還有小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樂 吳思賢 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雷瑟琳 嗨 歡迎 雷瑟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uncan 歡迎 嗨 大家好 我是林雨昕 雨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國藝 歡迎好多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歡迎八位 八位高校生 國藝要不要代表跟大家 稍微先簡單地講一下料理高校生 我們到底是在講一個什麼 什麼樣的內容 簡短的 好 沒有問題 料理高校生呢 好 謝謝 我們現在看一下 不是 沒有 沒有 你要讓他講 我還以為他講完了 不好意思… 太短了 好 來… 料理高校生其實就正如他的名字 他是以料理為基底的一個 校園青春喜劇 有我飾演的一個 手藝精湛的名廚 進來到學校和幾位老師 各有理想的老師和學生之間 產生的一些碰撞衝突 是一個很寫實的青春校園 你們有師生戀嗎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我最喜歡有師生戀的 他猶豫了一下 對 說不定有 我們好像今天有剪一個VCR 對 我們有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的什麼話序 等一下回來再跟他們繼續聊 請看 感覺超級好看的 老師談戀愛 真的 老師壞壞 兩位老師在裡面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我就飾演一個所謂的精湛 那其實我在學校是有關係的 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是 你們兩個是有關係 我的爸爸是這間學校的校長 對 但是這沒有跟大家說 所以我回到學校以後碰到了一個 我是屬於對學生比較沒有耐性 在料理方面 然後遇到了一個春風話語 然後對學生極為溺愛的一個老師 所以我們兩個理念就有衝突 就很軍事化 然後我就覺得教小孩 教小朋友不能這樣教 一定要用愛教導他們 所以就有衝突 對 這樣子的關係 兩個應該說天跟地的個性 對 完全不一樣 但卻又互服了 對 剛剛看到的是他們兩個 在拍片頭片尾的部分 所以他們兩個應該是一對 但是剛剛我有偷看到 就是拍片頭的時候有一個地方是 Duncan有跟 雷瑟琳嗎 Duncan在跟 不是 Duncan在跟林語心 Duncan在跟國藝在 然後語心夾在中間 所以那個 所以也是有三角戀嗎 Duncan的角色是 我是演瑞士餐飲學校畢業的 回來的 然後因為是 家裡也是餐飲集團 所以他們希望大家先到學校 就是教一下學生 然後再回去做家裡的生意這樣 那你有喜歡語心的角色嗎 那個角色是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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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實當中比較喜歡 你知道嗎 就自己無論不得來爆料 對 自己爆料 有什麼東西啊 所以你們三個 反正你們三個中間 那個情感交錯是 滿複雜的嗎 還是其實 也只有你跟 我覺得要收看才知道吧 現在講了就 沒有講的吧 因為我看Duncan 你好像也是很容易 把事情說六嘴的臉 一不小心就會講說 透露總結局 對 你不是要來客串嗎 對 有希望的話 你可以客串一道菜嗎 就是人體壽司之類的 好耶… 當然好 沒有那壽司我們要放在臉上 對… 謝謝喔 那蕾瑟琳… 蕾瑟琳 我聽說蕾瑟琳 你怎麼會演一個 你是主任啊 對 我是主任 是不是會覺得 我應該演學生啊 你怎麼會是主任呢 我很辣 主任有很多種是 什麼主任 我是那個 產業合作部主任 基本上就是 代表學校出去談事情 台一些公關 對 就是聽起來 感覺年紀就很大 什麼東西 還是你本身是美魔女 我們沒發現而已 什麼東西 Live 差不多 我要去接小孩了 Live 你有事嗎 你 那你在你戲裡面 有跟他們有感情戲嗎 我在戲裡面 因為我跟小柔 我跟語希在裡面是室友 對 我們是室友又是同事 然後我都是專門負責出一些 Soul主義 就是想要錯了他們兩個 錯了誰兩個 Duncan跟他嗎 目前是錯了他們兩個 剛剛忘記講 你了解了 所以你剛剛公當肯公錯 我們要公雷射零 多問他一點 這麼傻 對啊 沒有 我跟你講 大概知道了 還有一趴公學生 對…學生 等一下 老師們 請問學生這樣 在學校談戀愛OK嗎 基本上 我們不鼓勵這樣的行為 你有什麼資格 你剛才看到他們騎腳 要站在那邊 但是 他們要怎麼做 我們也看不到 對啊 學生們感覺上也滿精采的 那你們四位有自己投來按指嗎 就是… 我們比較是說 在劇中就是 我們兩個 都喜歡他 誰 你們兩個都喜歡誰 都喜歡小萱 對… 死對頭 我們兩個就是有點算是 從小一起長大 但是 我們緣分不斷 但是又是死對頭那種 歡喜淵家 對… 真的就是淵家 那種 講到淵家的話 你跟國藝聽說才是 不歡喜的淵家 對…就是在裡面 因為我的角色是比較… 反正… 剛剛看到好像是 是家裡很有錢是不是 對… 我家很有錢 然後… 他爸是校長 但我爸是校董 對… 校董VS校長 對… 然後… 所以我在學校就是 特別囂張這樣子 對… 然後我也不太服從 那個… 韓老師這位 韓老師 韓傑老師 對… 不服從老師 對… 就是我完全不服從他的管教 就是我完全不會去聽他的話 所以我常常跟他起衝突 班上的叛逆分子 對… 但是… 也因為劇情這樣 我連到劇組都被怪 就是他們就反映說 因為我們… 因為我在劇情裡面 一直反對他呢 所以後來我們被處罰 導致我們一直拍外景 真的假的 然後拍外景的時候 我們那種都是半夜 最早的一天是兩點半出班 兩點半我姐都還沒睡了 在家裡 然後我就起床出門 後來被他們罵 就是… 都是你一直不乖 你本身演韓力就對了 對… 因為小潤年紀也滿小的啊 對… 所以你應該就是演自己 本身的角色吧 對… 但沒有那麼囂張啦 我說… 我說我本身… 你不要演學生幹嘛 你很想挖洞是不是 我…我本身沒有那麼囂張 在劇裡面很囂張 我有個問題 就是你們兩個 互相在追小萱 那… 你是這部戲的演員嗎 你這裡面幹嘛 其實他很好笑 就是 你給他講嘛 你給他講… 你給他講… 我是在裡面喜歡演唱 你就是那種默默喜歡 沒有 因為他講話太小聲了 沒有 就是因為我喜歡他 所以我會不喜歡小璇 然後就想要從中搞一些破壞 就是個心機女 心機女搞破壞 看起來很可憐 但其實就是有在搞一些小破壞 還不錯 老師這邊跟學生那邊 都還有各自的故事嘛 對 但是講回來 因為這邊是個廚藝的嘛 聽說國藝完全不會 是啊 有不會到什麼程度 曾經追蹤過那個型男的 我上型男的時候 我之前去還用剪刀剪蔥 我連刀都拿不穩 你連剪… 真的假的 那你怎麼演米其林三星主持 對啊 所以這一次就好家在 在前期有一段時間可以準備 那也安排老師 我大概前期一天 會待在廚房六到八個小時 就是不停地切東西 煮東西 切東西 煮東西 然後想辦法讓自己 像不像三分樣嘛 對 至少在自己有一定的能力的時候 在拍攝的時候 自己也比較踏實跟有自信 就是這樣硬煉出來 所以滿身傷啊 對啊 帥耶 所以以後型男大主廚主持人 還會換人囉 就換李國瑜推出來手 被錯出 兩立 國藝師可以抱團給你 這樣子對不對 你把阿滴師怕哪裡 對吧 阿滴師要小心喔 李國瑜變好強喔 對 你怎麼知道 你真的是很信口開閣耶 好啦 最後一點時間不多 請雨昕最後再幫我們 小好的對觀眾 跟觀眾推薦一下 宣傳一下這部戲 因為現在正值暑假啊 然後我覺得這一齣 校園喜劇人很多又很熱鬧 所以就很適合大家全家 合家觀賞這樣子 好 是部青春的校園喜劇啦 是 所以明天晚上十點鐘 請大家要準時鎖定 料理高校生啦 今天非常謝謝來到現場的各位 謝謝 謝謝你們 祝你們做現場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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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